音樂盒 我們要讓使用音樂盒的人 他們能夠Follow在這個聽台灣的概念之下 去使用你的這個音樂盒 所以我們會希望我們在共鳴的部分 在形制的部分 還有在那個樂曲的選擇上面 都要跟外面不一樣 當它定位成一個樂器的時候 它其實也是要比較好上手的 而且它要有一個樂器的質感 跟樂器的共鳴 所以我們希望它是可以手拿的 它裡面有一些夾層 夾層裡面有共鳴箱 共鳴箱又可以有一些出口 可以讓那個聲音出來 要有一個整體性 然後起來的聲音的話 會比較跟那個我們的音樂盒的音 會不大一樣 所以說這一次的話 做這個的話也是一個挑戰 你只要有一個音樂盒 你只要有一個枝捲 你只要有這個譜 然後把它餵進去 然後你自己手搖 你就可以創造出音樂 應該是說你就可以演奏出音樂了 在這種手動的參與感裡面 慢慢的你自己會有一種玩音樂的成就感 在上面寫譜 然後你自己擋 那個東西是你的作品 在這種手動的參與感裡面 慢慢的你自己會有一種 慢慢的你自己會有一種 玩音樂的成就感 在上面寫譜 那個東西是你的作品 成就感就不一樣 成就感就不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